海豚教育室 歡迎來到海豚教育室 我是Mr.海豚 剛剛錄完說媽已經忘了換衣服 那今天就直接讓輕裝上陣 今天的大盤呢 不多說了我們直接開始 今天大盤呢 表現得成這樣子 到底好還是壞 說真的很不好判斷 那就一一跟大家講 因為其實今天這個K線 對多方對空方來說 都不是一個 很有方向的K線 那有人說黑K不就是跌嗎 對跌沒錯但是你要去看 這個內容嘛 那早盤開屏走高 撞到月線掉下來 大家都覺得是空方嘛 但是你想今天 撞月線可是今天量沒有增加 代表今天上去 而且等於說是今天早上 推升上去的量是增加的 但是下跌的時候並沒有補量 下跌的時候沒有補量代表什麼 代表今天沙盆的力道並沒有很重 這是一點 但是你就說電子又殺亂七八糟 那這叫不叫重嗎 你看什麼 直接海豚講的強勢股 3540曜月 啪跌停 3669 遠遠家族 遠展跌停 2417 遠鋼 今天也跌停 然後甚至韓倫之前有講過的嘛 這個 升田 也是啊 也是跌也是大跌 很多像這個1598 黛宇 今天也大跌 不過他今天有收個下影線 所以發現說今天其實蠻多強勢股都在跌的 那這個代表什麼 其實要嘛就是資金開始在大挪移 要嘛就是這些強勢股呢 就是漲多了進行休息 那是哪一個呢 說真的我們不知道嘛 我們沒有看不到未來嘛 當然是希望他們是先進入個休息啦 整理之後 再提供個不錯的買點給我們 我們帶進去就好 那當然現在就是短線就不用看這些 進入修正的股票 那當然以大盤來講喔 我剛剛有提到嘛 就是今天到底是對多方好了 對空方好 那但整體來說 整體來說喔 對多方當然是比較不友善一點 因為海豚講過這個均線的問題啊 月線你這邊是走平沒錯 但是連續兩天喔 你都站不回去的話 代表什麼 月線的扣底啊 基本上明天也扣下來是沒錯 所以明天是一個小小的機會 多方還有轉錢的機會 但是接下來又往上扣啊 等於說你大盤接下來你不攻的話 就很麻煩啦 又都是壓力 那十字線也是 接下來兩天也都是壓力 所以短線來說 對多方還是比較不友善一點 那當然說整個資金開始往傳產走 大家看這邊嘛 今天飛金店漲了0.86% 但電子跌0.88% 而且已經快要破了沒 這個595.63 這595.36 那今天低點是多少 今天盤中還有再破 595.17嘛 低點595.17 所以來說對電子來說 真的是算是相對的弱勢 相對的弱勢 這比較麻煩啦 就是之前海豚跟大家講過 一而再而再而再也一直講說 第三第四季要注意電子 不是注意它要漲 是注意它有比較大的風險 這個大家有長期看海豚 應該都知道 這海豚真的是講了很久 從第二季就開始在講這件事情了 到現在9月了對不對 第三季都要寂寞了 那再來跪馬 今天算是跌幅比較重 不過呢 實現這個禮拜五的大量低點 沒有被收破 所以就變成說 牆中透弱 弱中又沒有收到透牆 就很難搞 我覺得今天的盤是很難搞的盤 所以接下來你說要怎麼樣 到底要怎麼辦 怎麼辦 12114把它收好 因為12114如果破的話 就有一個 就有一個 這個這麼大的頭部了 之前說這裡嘛 不到一個月的頭部被跌破了 這個其實不算頭部 海豚說這個什麼 多頭修正嘛 那也的確後面彈上來 問題是 現在 擴大囉 現在不是不到一個月的頭部了 現在是超過一個月 已經快兩個月的頭部了 所以當這兩個月頭部跌破 就比較麻煩 就容易進入週限的 週限等級的中期修正 週限等級的中期修正 那海豚基本上在週報裡面 有寫到週限等級的支撐嘛 一個是這裡啦 另外一個就是這裡啦 就這兩個大平台 這兩個大平台 可是你看隨便修正 你說修正到這邊是 好像是11700點吧 11771喔 對 11771 那這樣的話大概也要修正1000點 那到這裡就更遠了 所以中期修正 基本上也算是一個短期的空頭 那基本上這個中期修正完之後 後面還是會有多頭啦 還是有一波 所謂的什麼5-5-5-5也好 第五波也沒有第五波 第五波 也可以你要這樣講也可以 那所以我覺得 但是重點是什麼 你要先避開這次修正 如果這個頭部真的成型的話 那大家應該也很有感受啦 前面這一波 怎麼追怎麼賺 隨便買隨便賺 那頭部老師算啥小 我自己買機械都比起好對不對 但是問題是最近啊 真的是開始難做了 你隨便追隨便套 你就算買到有延續性的 漲兩天搞不好還給你掉回來 還給你摔回來 這股票真的這種股票真的越來越多 大家在操作上 開始要小心 周保裡面也有跟大家講 這邊操作的難度是越來越高 你沒有把握最好是降你的資金使用率 不要像之前那樣子 就是隨便衝 認為隨便衝都會隨便賺 真的這邊的盤沒有那麼好做 好那再回到今天的那個標題嘛 太陽能修正了 到底怎麼可以買 我們看一下能源類股 大家應該知道了 海藤上禮拜開始陸續去減碼元金 海藤平均成本大概18塊左右 那這邊這一天20%嘛對不對 20%海藤先做一點點的停力 就是大概減了1 3分之1的部位 海藤不是那種今天出一半 明天出一半 後天再出一半 海藤不會這麼無聊 海藤是今天減掉1 3分之1的部位 因為這個股價比較便宜啦 海藤學員一定都可以買不少 你好歹都可以買個三張嘛對不對 能夠參加潛心學員的 你至少可以買個三張 那你這邊先賣一張 然後我看一下 對這邊先賣一張 然後星期五爆大量嘛對不對 我索馬有講 可能大家可能不知道 到爆大量但是沒有收的很漂亮 它不像6244這個茂迪 茂迪也是爆大量 不過茂迪是收的很漂亮 所以像收這樣子的話 的爆大量我會續爆 可是像元金這種爆大量但是收這種醜線 我就覺得出貨的疑慮比較大 所以我就再減嘛3分之1 那當然很明顯啊 爆大量低點 什麼防收點嘛 那今天怎樣 收破了 那我就出場了 這一波大概應該平均 應該20幾接近30%有吧 這一波啦 因為前面我這邊就開始在買了 開始布局 然後就等它去做上工 再元金 那有的時候今天這樣跌下股可以買 我跟大家講喔 沒有不能買股票 重點是你在進場前 你做了什麼的決策 你的出場點剩下哪裡 那當你今天去接 我當然是不會去接 因為我今天賣股票嘛 那今天你去接 那你要想一下 你這個太陽能 這個元金你要接在哪裡 你的防收點要在哪裡啦 你說大量低點昨天已經破了 那你說前面的呢 這個防收點好像砍下有點太遠 所以雖然是長線偏多的族群 但是不要無腦接 不要無腦接 你可以像海春一樣嘛 你就耐心等它整理嘛 你說最差的聯合戰勝 我也是等它整理 週報才推薦給大家嘛 那雖然說賺的沒有元金多 但是至少也不會賠到哪裡去 就至少型態先走出來 所以整體的太陽能 不管是茂迪啊 這個什麼星星投風 太極就不算 太極主要是吃碳化器的那個題材吧 那這些如果覺得說 有整理出不錯的型態 你再去找機會去做布局 不要急著去低階 因為像這個長這麼多的族群 這麼強勢的族群 你有時候突然修正起來 會不會像這個一樣 修正起來會不會像這樣 也有可能 所以還是跟大家講 最好還是走出型態 再去做布局會比較安全 就是盡量降低你去賭的這個成分 除非你有什麼特殊的招式 你可以很精準的抓到這個低點 很精準的抓到這個反彈點 否則我是不建議大家去過 不要做太多太過於積極的接刀動作 不要覺得他便宜就買 簡單講就是這樣 其他風電應該都不用講了 這中鋼購算是跟著鋼鐵一起漲 算是跟鋼鐵一起漲 那這四季鋼 就像我今天提供官講的 很多人就是一直有學生來問說 中鋼好強喔 他想要上車要怎麼買 那我是說他就一直沒有出現整理啊 也沒有說比較大的修正 或是修正到支撐 那我覺得就是你有就報好 你沒有呢 沒有怎麼辦 沒有就看細嘛 先把資金去找其他有機會的個股 你看像這個四季鋼 那時候從 我是講直接的啦 從90寫到100 又掉下來破季線 破季線還是繼續寫 因為我覺得他就長期展望 沒什麼問題 那只是看你買在80到90之間哪個位置而已 80到100之間哪個位置啊 95啦 應該是93、95啦 那這邊買到鍵上上來這一波 都很爽了 都很爽了 可惜海神自己沒有 因為我覺得他應該會很牛 也會很洗 是的確很洗啦 不過整個趨勢看起來是沒什麼問題的 好啦這個泳冠 我已經有人在問了 我等一下就一起解好了 好我們就來回答問題吧 還是跟大家提醒啦 最近的盤真的沒那麼好做 真的沒那麼好做 大家不要自己去亂追股票 不要自己去亂追股票 不要自己去亂追股票 好這個這檔股票很有趣 因為有兩個人問啦 所以我放在第一個 他問說3594盤移 做什麼的我還真的不知道 那因為我今天比較忙一點 所以我沒有什麼太多時間去查 我不熟悉股票的基本面 那我只是稍微看了一下現行 跟他是做什麼的 然後我查了一下我自己的資料庫裡面 是沒有這檔股票的相關的研究報告什麼的 可能我資料庫還不夠大 那我就也沒有他的相關新聞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他幹嘛 那他這邊是有寫到啊 就是說有接到國家智慧電錶 智慧水錶 智慧水錶的標案 那工業電腦防疫股 我也是不知道這什麼東西 不知道是在哪一個部分 然後他是寫到說 主力開始買入 特定分點子吃貨 那我沒有看籌碼看那麼細 那有特定分點子吃貨 可能他有知道什麼題材 那是否有機會是轉虧為盈 對轉虧為盈的題材 當然有機會啊 要不然他最近不會漲 那第二個另外一次問說 其實問得差不多啦 就是有沒有稿條 然後頭肩底 形態頭肩底請我解析一下 那因為基本面的部分 這一檔我不熟 那我就從技術面帶大家來看一下 3594嘛對不對 好 拍子按錯了 等我一下 其實轉機股齁 其實在海豚選股上面呢 基本上技術面為出發點 選完之後呢 我再去看基本面嘛 看他是營收成長股 還是有什麼題材 要不然還是有什麼轉機的機會 那基本上看盤移啊 我還沒有太熟悉看他的資料 只是只看了營收 我是覺得看起來還沒有顯著的 虧轉雲的機會 目前看起來是題材 那題材又有分兩種 一種是虧轉雲的題材嘛 那他目前是虧的話 那另外一種就是什麼 你現在目前已經賺錢了 那又有另外的題材 那我覺得我會比較喜歡那種股票 那像這種盤移啊 他可能有點像之前的太陽能 就是有虧轉雲題材 但是股還沒有真的賺錢 那形態開始轉強 那盤移呢這個部分 坦白講啦 最近整理的算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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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這個 你說底部嘛也有出來啦 也有出來 可是說真的 這個 要怎麼講 因為這個年限啊 跟這個半年限的排列 還是屬於 還不是正式的進入多方 那盈移也還沒出來 我自己會偏比較保守 那你說籌碼有轉好 的確啦 外資最近有開始買 可是這可能是假外資啦 那這個 大戶這邊 也有在做進場 那當然說短線型態有打出來 我覺得說 那你可以去試試看 但是防守點把它守好就好 那討厭是說這個上禮拜 對攻擊失敗嘛對不對 要不然這個量說 這個帶量是蠻漂亮的 那這個又說這樣 我是覺得有點討厭啦 那你這個 既然你跟我介紹這些檔股票 那我就找機會來查一查嘛 搞不好真的有什麼 看頭之類的 那只是因為這個量小 我覺得大家還是要 稍微留意一下 稍微留意一下 好 這是盤移啦 盤移啦 好 再來這個 這一頁大概都是問那個 Notebook相關的 好 我一個一個來啦 來耀月 3540耀月間跌停 加百玉 這個最近算比較強的 NBA電池模組的 那另外兩檔一個是 行普格順達 但是最近是加百玉比較強 那個 8月營收的突破 加上製作電源供應器 算是筆電概念股之一 第三屆訂單也不錯 因為族群 是因為族群輪流的關係 是不是中間少了幾個字啊 好像是什麼耀月間跌停 是不是因為族群輪流的關係 然後Notebook的概念 我今天幾乎全部翻黑 我覺得電源供應器還是可以關注的題材 請問我怎麼看 電源供應器的確是可以關注的題材 但是我還是要講 如果你是週報全員 你剛才發現最近我都沒有在推電源供應器了 應該已經兩三週我沒有推 那沒有推不是因為不看好它 而是因為它沒有買點 沒有買沒有介入的機會 基本上我就不會推薦 我只會跟他講 跟他講這個展望還是不錯 但是你有持有就是收好你的出場點 但是如果你要介入的話 我建議你再看看 那記得啦幾週前 這邊耀月在做這一波上工的時候 我就說你就去收五日線就好了 五日線破了你就出場觀望 那也的確啦 在上禮拜 上禮拜一 上禮拜一就破線了嘛 那破線怎麼樣 你就獲利出場 但是要不要介入 重新等形態 重新等形態再去做觀察 後續的觀察 那耀月也漲那麼多了 那包含這個3078 巧薇也漲這麼多了 建議上我會建議大家 就先看戲就好 它很好沒錯 你需要現在去買嗎 不一定 不一定 你可以等到安全了 你再去做介入 有符合你進場條件再去做介入 再去做介入比較安全 那像這個3323加百玉 我不是說不喜歡它的形態發展 還是年增率的狀況 而是說他們比較沒有明確的族群性 你看辛普比較轉弱嘛 對不對 像那個順達是多少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Notebook 像這個順達3211 它也沒有說到非常的強勁 所以變成說我會發現他們 族群性沒那麼強 所以我在周報裡面也是點說 這族群可以注意一下 但是就沒有推薦大家去做買進 因為我覺得他們族群性沒有出來 可能獨強的機率比較低 獨強的機率比較低 就有點像什麼 上禮拜我講這個 維新、技嘉跟華群 大家注意看 維新這兩天在攻擊的時候 它是裡面最弱的 在上禮拜之前 維新是三檔裡面最弱的 維新的利多出來之後攻擊 同一天 技嘉居然沒有站回月線 最強的華群 居然也沒有突破 所以那時候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就跟我學生講說 我覺得維新好像還要回來整理 因為我發現 它沒有族群性沒有帶出來 所以要一起強 要獨強的機率我覺得相對低 那也的確這幾件事相對比較偏弱一點 相對比較偏弱一點 就提供給大家去做參考 不是說我其實還是蠻看好板卡 但是問題是既然線型沒有那麼強 我覺得就稍微小心一點 好 那再來是問這個見準 其實見準 我在周報裡面有提起它的基本面 因為有稍微更新一下 這邊就封送給大家 因為我覺得 畢竟也不是所有人都愛看影片嘛 對不對 那有看就賺到 那見準在第三季的營收狀況 不算差 但是成長率沒有到很漂亮 所以我覺得它這邊 短線可能會稍微有些壓力 但是第四季有一些所謂的 電競相關 而是電競還是伺服器的 那個營收會溢注 所以它第四季營收又會上來 所以我覺得短線就是 繼續關在它的形態 那本來說上禮拜這一根 我是差點追進去的 我是差點追進去 但是我就覺得 既然題材都這樣子寫 我覺得想說再多看一下 而且加上我上禮拜經常就有發現 很多個股追高落菜的機率很大 所以我就比較看聽一下 那看來是有躲過啦 有躲過這個見準的這個假攻擊 假攻擊 不過我見見準還是可以留意 還是可以留意 好來回答它的問題 成本62 59.4 田準社59 820號的低點 820低點 那我覺得還好 OK啦你就守這裡就好 就守這裡就好 只是就是留意 最好是趕快要站回去月線 趕快站 跟大朋友趕快站回去月線 守這邊是OK啦 標準的 標準的 來 海豚大帥帥問 還有這個華遜 今天接44 田準社43 好 6237 華遜的8月營收出來了 8月營收年增量是250% 表現得相當強勁 營收的數字好像是9千多萬 百萬千萬 9千多萬 算是蠻厲害的營收表現 但是會不會噴呢 說真的我不知道 原因有兩個 因為市場上有 因為我週報沒有寫 這華遜的營收可能會跳升 跳升而且跳蠻大 那我知道的這個訊息是跳 說跳是跳四五百% 年正率四五百% 等於說它的營收是要破兆 不是破億的 但是呢實際出來的數據只有200多% 那這個數據很漂亮沒錯 但是似乎是跟我聽到的這個 預期的四五百%是有點落差 那市場會怎麼反應 我覺得明天就相當重要 那第二點就是它在營收 強勁的營收公佈之前呢 它竟然先拉了一段 那先拉了一段之後 公佈會不會 反而明天有可能會開高走低 這個我覺得是 明天要注意的兩點 其實是一點 就是明天的股價 對於這個營收利多的反應狀況 那你說你今天買44 停準設43 我覺得很好 因為這個風險很小 只有1塊錢而已 那你說這樣算起來大概2%多 所以我覺得這個策略是OK的 只是說43 可以啦這個低點 只是它最近是被分盤 沒記住它是被分盤 所以呢 就看看吧 看一下明天的反應狀況 因為基本上華訊也是 大家知道嘛 前面這邊的時候我就有 在索馬有點過 我忘記週報有沒有寫了 可是我索馬有點過說 我很注意它 我很注意它 只是後來很可惜 沒有參與到後面的上漲 因為就這個820這個下殺 把這個形態弄爛掉了嘛 所以我就比較沒有記憶去介入 那巧衛剛剛有講了 你說適合低階嗎 這一樣啦 就是漲多的股票 我會建議等形態走出來 等形態走出來 好下一個 來維新 這剛剛有講過了 我真的就不再講一次了 維新的利多怎麼被嚇人這樣 就是剛剛有說族群性沒有出來 好接下來是問風電的 1589 永冠 風力發電它怎麼這麼弱 是CB的影響嗎 防守一樣射98.6嗎 來永冠我必須說 真的是 我很想測它的髒話 就是最難聽的都想測了 這個每次的發動 一個發動量 就是前面啦 應該說三次啦 一個這個上癮線 帶量攻擊失敗 沒有補量成功 這個K線不錯呢 有補量 隔天沒有延續 然後再來 疊下來 鎖躍線還不錯 可是今天攻擊又收一個上癮線 所以對我來說它有點 就是你看技術面 你看這個形態 整理也漂亮 沒什麼太大問題 可是你把量開出來看 我就覺得說 馬了 這個有點醜 這個量有點醜 就是沒有出現我想要的這種 穩健的量縮 穩健的量縮 然後這個量的突破啊 應該要帶這種K線的突破才對 可是問題是 它都沒有很明確的走出攻擊 你說是不是CP的影響 當然有可能 可是問題是 你看它的資券喔 它也沒有所謂的所單的融券大幅增加 所以這就不是融券的問題喔 雖然有增加 但是它增加的跟 你說這邊增加一共500張嘛 可是你跟它的成交量相比 其實它真的是一點點而已 所以你說是融券的賣壓嗎 我覺得也不太算是 那就變成有點 你就只能看啦 海論昌講那一句話 策略定好 進場之後 就等噴出 等它噴出或等著停損 那我覺得目前的我想法也是這樣 就是融貫看你到底想要怎樣 展望你不會比上尾差 但是股價就是卡在這邊 看一下後續吧 因為我印象中它8月的營收展望 也是不差的 也是不差的 那你說防守設98.6 98.6在哪裡 98.6星期五低點 你要設這裡也可以啦 那目前來說結構的點位的話 應該是98 應該98 再來第二個問題是 望虹 最近有利多 記憶體好像開始漲了 海淳哥看好嗎 大家記不記得之前第二季 之前就是前幾個月 不是說大家不要來問我DRAM嗎 又有人來問了 為什麼我這次願意回答 海淳之前都我說過 DRAM什麼時候開始看 第四季 第四季再來看就好 那目前第三季最後一個月了 那所以其實DRAM相關的報價什麼的 可以開始注意 那其實在前兩天 我有稍微去看了一下 那個DRAM的那個報價 是 它那個有個指數 DXIS 我忘記了 反正就是 翹起來了 DRAM的報價翹起來了 可是接下來 是根據之前看的一些報告來講 是說DRAM 接下來會附輸的是DRAM 不是Netflash 不是那個Netflash的部分 會先領先附輸的是 是DRAM 不是Netflash 那望虹呢 基本上是屬於No Flash No Flash 那No Flash這部分 我覺得 要看它 OK 有沒有機會轉強 有機會 但是它有沒有符合我的買點 沒有 我只能這樣跟你講 沒有符合我的買點 大致上這樣 那我覺得大家可以開始 稍微去留意 所以如果真的報價有續揚的話 那相關地面 庫存比較多的 就可以開始留意了 1598 帶宇今天忽然下山的原因 感覺今天都是殺電子群組 今天抵抵抵都殺電子 但是帶宇不是電子 帶宇是健身器材 那我覺得 掌桌修正是一個 比較可能的原因 因為大家看到大盤在殺 那這個1589的帶宇 1598 1598 帶宇 這個又長多 可能殺一下 我就殺一下 殺一下獲利出場一下 大概就這樣 大概也是這樣 這個全部都是5G相關的 這邊都是5G相關的 6285起機 今天出量跌破14線 但有5分K大量承接訊號 所以買進加碼單 成本平均81.5 問我防守點該怎麼設 起機大概是 就像我TLG有講 就是這個 我是週報寫的TLG講 沒關係我就直接跟大家講 就是5G這一波啊 基本上是有反應的 5G這一波基本上有反應的 但是呢 比較有趣的是只有前面這邊 前面就是大概8月中過後 8月中過後 820之後啦 8月20號之後是 只有一天這個指標股 智邦是有漲的 那其他的話呢 比較有延續性的 大概就是合情控跟起機 那其他的 再其他啦 這些就還好 這些就還好 智翼也是算 有漲但是漲不多 那我覺得這些機器台的特性很奇怪 起機這波已經跌破我眼鏡了 因為之前他是一個很牛的股票 就是漲不多跌 跌不多跌的一檔股票 那他最近既然有破線 我覺得就是觀察整理吧 觀察整理的狀況 核行控也是一樣啦 今天是上影線 大概目前我覺得接下來 看線型就是起機跟核行控 這兩檔比較強勢 那可以看一下後續的整理啦 那你說 這五分K是嗎 我看一下 五分K 你說有大量承接訊號 我看是沒有啦 因為你看前面的上面的出貨量是 就是假設出貨量因為開高走低 大量的五分K被跌破嘛 這個有1962張 這個也有1536張 所以這裡不到千張水準啦 基本上都不叫承接量 都不叫承接量 而且它有站上啦 你說這一根好了有站上 這一根也算不錯啦 就是至少有人在接啦 但是我覺得這不是很明確的 不屬於我的五分K戰法的承接量 那我覺得就看下去吧 那你說 防守點 怎麼射喔 這個大量低點已經破了 到底說今天是要停損 不是要加碼 對啊 如果你要用比較客觀的角度來看的話 而且星期五跌破五日線 你說減碼 那今天跌破大量低出場 我覺得這是比較 以我來講喔 我會比較習慣這樣做 我會比較習慣這樣做 當然說間諜也沒爆大量 所以可能 就進入整理吧 那你說下一個防守點 那你說下一個防守點 不太好抓耶 這不太好抓耶 對這不太好抓 好 我整個這樣跟你講 這邊沒辦法抓一個很明確的防守點 來 林光友問6284加幫 成本37 預計守五日線當停損停利 今天一盲沒看盤 盤中跌破 又往上 往上拉 收盤微破五日線 這個檔估計營收不錯 又是華興集團 那布局5G的重要公司 未來不錯 但有要破五日線的味道 問我該不會續爆 這檔其實上禮拜我有看一下 就是上禮拜 應該說是8月底 8月底那個週末剛好 就是有人來問我這一檔 然後我看了營收也還不錯 但是我記得它好像 但是我記得它好像 等一下我看一下 它的營收 EPS有翻證 所以它不是油虧轉營 那 我想起來了 問我一個朋友 問一個朋友 他說這檔很妖啊 不是很妖 就是說這檔就是 就是它意思是說公司的一些誠信什麼什麼什麼 不太好之類的 就是可能發報告講得多好多好 但是後來數據都沒那麼好 所以它是建議我不要去碰這檔股票 因為它對我來說 它的形態慢慢有變好 所以我就稍微的研究一下 結果 欸數據好像也有變好 可是我朋友這樣講 所以我就欸 好啦先觀望看看好了 所以就一樣的訊息我就分享給你 那至於你操作的部分 我要微破五日線 就像跟大家講 五日線的停力是屬於短線有連續攻擊 短線有連續攻擊 你說像6285 它連續攻擊好幾根之後 你用五日線當移動停力點 我覺得這樣是適合的 但像6284它並沒有很 很強勢的連續攻擊 你說 你說你的 我看一下 你成本在哪裡 成本37 成本37 你的 有超過10%嗎 也沒有嘛 鍵上 你的獲利超過10% 我覺得再用五分K 停力會比較好 不然像這種趨勢 沒有拉出很強勁的趨勢的狀況下 你去用五分K的停力 其實很容易被洗盤的 很容易被洗掉的 再跟大家講 我再講一次喔 五分 不是五分線了 不好意思 大家都講錯 五日線停力後 鍵上用在趨勢比較強勁 連續大漲個兩三天之後 你再用五日線做積極停力 如果趨勢還並沒有很強的連續上漲 你就用五日線去當移動出場點的話 鍵上是很容易被洗盤的 這是跟大家提醒 好 下一個問題 3603波羅威成本66.5 3603是波羅威嗎 怎麼辦 怎麼辦 這樣子你浪費我時間 後面還有很多問題 3163 基本上波羅威我先講 之前在這邊的時候我有注意他 因為那時候整個光通訊之後 他是搶的 但是就遇到跟板卡一樣的問題 就只有他搶 其他人沒有那麼搶 所以我那時候的想法是波羅威如果接下來 應該不是說應該整個光通訊族群 有漸漸的足底轉強的話 我會優先去考慮波羅威 但是問題是就沒有整個轉強啊 所以我就後來就放水流 最近看起來是轉弱了 那所以你說成本665 小套小套 Q2 1.98 目前跌破24日均線 假設是跌破24日均線好了 防守該如何射呢 那目前看起來就是守這個低點啊 比較明確60.1破了 季線也破 就這樣 下一個 優群3217 我之前的愛降套127.5 像有在盤整有機會向上嗎 現在像伺服器族群我之前都有講過 這個 就是第四季有所謂調降的問題 那最近開始都可能會反應 那你說有沒有機會在攻 我覺得他是一個好公司 但是短線股價會不會有表現我不知道 因為目前他的走勢也沒有太符合我 我的想法 就是有整理 整理有不錯 但是還沒到我會想要出手的這個狀況 那他的營收表現 基本上應該不會太差啦 連陣率都還維持在兩層 可是問題是這個強勁的程度就 沒那麼漂亮 開始累進連陣率開始在走路 所以我覺得我會 我會觀察 但是不是積極觀察的對象 那你說127.5 哇127.5算蠻高的耶 那你防守點守一下啦 防守點守一下 我覺得大家可能還要整理啦 好不好 那30分了 那後面這個問題就 抱歉了 抱歉我就來不及回答 抱歉來不及回答 那我超級簡單一下回答 這個電子走路 資金有沒有機會回流生技族群 目前看起來是沒有 目前看起來沒有這個跡象 因為我看了幾檔比較 最近線型比較強的生技股 最近也都沒有轉強 那大概啦 大概之後ABC是比較強的 其中一個也比較強有在動的 其實他整體族群性是沒看到 所以我覺得 生技有沒有機會 有 但是機會我覺得不太大 可能個別級檔可能有機會 好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啦 那今天直播回答問題 希望大家喜歡 那記得幫海淳按讚訂閱加分享 那對 忘了工商一下 一直忘記 每次都忘記工商 目前那個海淳的優惠專案 ABC套餐 我不知道名額滿了沒 因為這個我忘了問助理 那如果20個名額滿了 大家就等下次優惠 那如果還沒有滿的話 那大家記得好好趁這次的機會 把握這個優惠 好那今天的分享到這邊 祝大家的操作順利 拜拜 拜拜